我不仅是推特的用户 我也是微信的用户 那么微信确实在中国 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无论从它的界面上 还从应用上 我们应该说 它是非常的 比较有人性化的 然后它的体验还是非常好 同时我们知道 至少在中国 它有10亿以上的 长期的用户 就是粘性非常强 它的对中国人的生活 各方面的改变 确实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取得巨大的成功 在商业上 它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我们知道 同样这种软件 它在美国也有同样的应用 但是我们知道 它并不是那么成功 就是主流的 大部分的我身边的这些美国人 他们并不用所谓的微信的海外版 也就是WeChat 也不像马斯克先生 嘴里说的像是那么的成功 那么应该说 在中国的成功 是有它独特的各种方面的条件 包括社会的 包括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那么在美国 它没有取得像中国同样的辉煌的成就 也是由于美国的国情 跟中国有巨大的不同 我们应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首先的结论是 它不可能在美国取得巨大的成功 因为在中国 微信的应用 是有国家安全的因素 在背后做支撑 它有国家意志在这里边 也就是说在中国 你不用微信的话 其他的社交软件 无论你的技术怎么先进 你是不可能取得 大面积的推广的话 当然